韓國瑜15號在國民黨大陸台商 秋節查會致詞的時候 拿朋友把蘭花賣到非洲的例子 他提到自己向朋友詢問 非洲黑人的家庭需要放蘭花嗎 韓黑認為這樣是失言 可是外界更多人覺得 認為這樣的說法是歧視黑人的人 才是真正打從心底看不起黑人 而且已經不是用發大鏡 顯微鏡在黑韓 是用哈勃望遠鏡在抹黑韓國瑜 我旁邊站了一個 我實在不太喜歡的韓國瑜 他實在很煩 每次講話我們提心吊膽 可惜讓我們聽得很爽 洪修柱語出軍人 但其實他是要幫韓國瑜說話 證實他瑕不掩瑜 縱然他有些小毛小病 但是我上次就講過了 瑕不掩瑜 韓國瑜就是性情中人對不對 對 洪修柱這一轉才又讓現場氣氛恢復熱絡 不過接下來韓國瑜的致詞 果然又讓人提心吊膽 我也遇到一個朋友種蘭花 賣到非洲 我說你確定 非洲很多黑人家庭吃飯跟家裡面需要放蘭花嗎 他說韓市長你大錯特錯 非洲有很多是法國殖民 德國殖民 甚至意大利殖民 他們一樣家裡面要放一盆蘭花 黑人家庭需要擺放蘭花嗎 這樣的言論立刻遭外界質疑 是否又失言了 韓市長之前所歧視的言論 是在亞洲的國家 現在更把臉丟到非洲去了 韓國瑜市長真的是讓台灣顏面盡視 市長本來就不是生意人 那他講出這番話 主要是想跟他分享說 做生意是不分你我 他只要有錢賺 任何地方都可以去 那不要被有心人重傷 說他挑起種族歧視 韓國瑜15號出席國民黨 舉辦的大陸台商秋節聯誼茶會 原本是要舉例來證實台商 有勇氣跟膽視 沒想到質疑非洲黑人家庭 擺不擺蘭花的言論 又遭藍綠各自解讀 尤其韓國瑜說話快人快語 果然也印證了 每次講話我們提心吊膽 可惜讓我們聽得很爽 TVBS新聞綜合報導 韓國瑜結束兩天 在中北部的行程 週一回歸市政 上午為基優交通警察 以及優良的職業駕駛表揚 對於前一天蔡總統南向高雄 在不公開的餐會 他談到高雄的現狀 他說菊姐帶大了一個孩子長大 但這孩子卻被騙走了 明年要把孩子收回來 暗風韓市長騙了高雄 對此韓國瑜他沒有多回應 倒是國民黨的市議員他反酸 他說高雄不是誰的小孩 而且陳菊負債了三千億 讓高雄這個孩子 全身上下五千個洞 怎麼好意思要回去 頒獎表揚基優交通警察 韓國瑜六日跑中北部 週一回歸市政 多次強調盲大選 絕不忽略高雄 只不過前一天 總統蔡英文南下 跑了好幾個廟宇參拜 在一場不公開的餐會 談到高雄現況 蔡總統亦有所指的說 陳菊把高雄養大卻被騙走 明年1月11日 要把小孩收回來 暗風韓國瑜拐走高雄 我怕拿下最考驗 政治人物的第一名 記者喊話韓市長沒回應 倒是藍營的議員反酸 但蔡總統會不會太可笑 韓國瑜的競選總部 則發聲明回應 誰是好爸爸呢 民進黨背了自己 苦了人民 把高雄搞得民窮財困 負債千億 才弄丟了攤頭寶 甚至還批民進黨 自刺為高雄父母的言論 再次凸顯出 無法苦民所苦的驕傲 TVBS新聞 愛招顯SNG小組 高雄母島 傑凡 上面兩則新聞 你覺得蔡總統講的 說高雄是孩子 或者是韓市長講說什麼非洲 家裡面到底有沒有人在賣蘭花 你覺得比起來哪一個叫失言 我覺得兩個都滿誇張的 都不妥 對 我覺得都不妥 就好像以前我們有常比喻說 一個人樂不樂觀就看他怎麼看待 到非洲賣鞋子 那這樣算歧視嗎 我覺得他應該 他真心的沒有要歧視 但是就是聽到的人可能會 因為你知道現在人就很怕 提到那種膚色跟種族的事情 所以這個第一時間 一定大家都會作文這樣 但是我覺得把高雄 比喻成一個孩子這件事情 我個人是覺得滿不倫不類的 好像就是他的 對 就是好像不太 不太適合一個民主國家 講出這樣的話 可是你不覺得被罵失言的這個力道 好像有落差 罵韓就講個比喻 罵他 失言 歧視 但是蔡總統這樣的比喻 好像就沒有什麼人罵他 有點落差 因為國民黨 火力太弱了 沒錯 他們要好好加強一下 他們火力弱也就差了 就包括前行政院長張勝正 就是韓國瑜國城顧問團的 這個總顧問團 他也覺得 他覺得韓國瑜現在常常 給人家講好像說錯話的印象 可是在他看來 他說還特別強調他不是袒護 他說很多時候 他只是腦筋轉得太快了 又太直接 然後媒體也不讓他有解釋的機會 斷章取義之下 不是他本意的新聞標題 或者內容就這樣產生了 其實我覺得韓國瑜講話 真的有個特色 就是他在講 譬如說講了十幾分鐘 他可能講到一些關鍵的句子的時候 主詞就沒了 就省了 所以變成說他好像在罵誰 或者酸誰 最經典的上禮拜的例子 就是他在講丁守中 他其實是要講民進黨在罵丁守中 可是就是他講到那一段的時候 少了主詞 大家就以為他在罵丁守中 對 我覺得就有這種誤會 可是我覺得相對的 也就是因為人家拿那個哈勃望遠鏡 在看他 在解釋他 所以他變成他說什麼都會被誤解 我覺得可能有落差 可是我自己覺得 就是他的笑點 可能就是跟普羅大眾有點不太一樣 對 所以他有時候講的時候 他自己可能覺得很有趣 但大家都可能會覺得有點傻眼這樣子 其實有時候想一想是覺得還滿有笑 可是當下可能反應不過來 對 然後被媒體在一座文章 就笑不出來了 對 就變成好像黑調了這樣 國民黨昨天的台商秋節聯誼活動 他的重點就是要營造國民黨團結的氣氛 在韓國瑜跟馬前總統擁抱之後 現場高唱你是我的兄弟 韓國瑜花瘋一轉 他批評民進黨執政 希望讓台商都沒有好的良家 在歷經馬韓新節郭台銘退黨後 國民黨的大佬們用一手禮 是我的兄弟 象徵全黨團結一心 因為這連台語北任鄧的吳伯雄 都願意跟著大字報一起唱 也難怪吳敦義新花開 就算致辭到一半韓國瑜突然到場 吳敦義也不介意 台上大佬一個個全唱名就怕有落高 國民黨打出團結牌韓國瑜自然信心滿滿 話風一轉就是痛批對手蔡英文 大家的娘家台灣各行各業興旺 一片團結和諧 教育辦得好得不得了 外交空間完全遊刃有餘 各方面的建設讓大家引以為傲 各位在外面嫁出去的女兒 在外面打拼是無上的光彩啊 畢竟現場的台商們更迫切地想知道 韓國瑜未來四年可給他們 什麼願景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韓國瑜跟馬英九的互動耐人尋味 就連跑地方行程現在都要拿來比較 台中議員說韓國瑜一天 21個宮廟是無法破解的門檻 不過就有其他議員說以前馬前總統 一天最高有三十幾個行程 倒是馬韓兩個人擁抱互動 會不會尷尬馬英九今天笑而不答 昨天韓國瑜主動擁抱的時候 你是不是很尷尬 是不是有嚇一跳 韓國瑜抱的時候有嚇一跳 喊得再大聲 馬英九頭也不回快不走 到底幾天有多尷尬 謝謝我們 馬英九被突襲握手 雖然面對笑容 但是手一鬆開 臉有點僵硬 跟這個笑差很多 什麼才是真心笑 只有馬英九才知道 現場馬前總統要離開時 韓國瑜兩度伸手 但馬英九就是沒看到 馬英九加油 吳敦也趕緊來換家 而韓國瑜跟馬前總統 不只互動耐人尋味 連行程都要被拿來比一比 為什麼叫韓國瑜障礙 可能就是跨過那個 像我們在鐵人三角有沒有 那個可能就是叫做 每一次的跨過自己的障礙 韓國瑜一天321間公廟 被說是不可能的任務 不過其實馬總統也跑過 韓國瑜從早上8點半開始 跑到晚上10點 馬英九以前則是6點就開始 11點才結束 我認為對跑馬拉松來講 這還算是半馬而已 還不到全馬的等級 我跟他跑過的行程 我看到行程有一天30場的 韓國瑜馬英九互動畫面 是團結還是心結 端看不同解讀 TV別新聞李國正 才為台北報導 陳選本預告自己 在9月28號要到凱校 去親自授課 因為是不公開 所以認定他不用申請 但是中間馬上打臉的 讓這個陳水扁氣得在臉書開轟 他認為這何嘗不是一種職能治療 國民黨認為陳水扁動作頻頻 是在測試蔡政府的底線 9月28號就是民進黨的權貸會 現在身為黨代表的前總統陳水扁 也收到了出席通貪 不過他卻把炮火瞄準了黨主席卓公泰 認為他不敢回覆他 是否能出席權貸會 黨中央回應尊重前總統說法 因為能不能去 還是要看陳水扁怎麼申請 中間怎麼判定 但陳水扁最近火氣真的不小 臉書新勇哥物語在開嗆 說他928要去凱校親自授課 執行長陳志忠說是非公開活動 不用申請 但中間卻說參與活動要申請 讓陳水扁氣到不行 認為並沒有違反二部原則 加上過去簽書會 都能算醫療小組評估的職能目標 到凱校授課又何嘗不是 懷疑中間大動作可能隱含政治目的 畢竟現在陳水扁也跟一邊一國走得近 不過陳水扁這麼跳腳狂轟 也被藍茵解讀不單純 陳前總統仗勢他對獨派的影響力 他認為蔡總統不敢把他關回去 所以他一再挑戰蔡政府的執法底線 現在就看誰握在手上的籌碼多 TV別新聞 王國林 台英文 台北報導 農政大選 HIP 皇帝 FDA 位